雅各书四章八节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 今日的社会是一个最讲人情的社会 也是一个最被功利所轻视的社会 更是一个人情变换不长,淡薄无子的社会 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 是多么亲热又殷勤,田园又密语 当他需要你时,是多么诚恳及关怀 善意又体贴 一旦时过境迁 人情变得更残酷又淡薄 人间的爱情常是虚伪而短暂 在人情不可靠的社会中 只有耶稣基督是救主 是牧者 是良友 是帮助 让我们常常亲近主 今天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 歌名叫靠近主 此诗歌是一位瞎了眼睛的女诗人 Fanny Crosby著名的作品之一 她从小就瞎了眼睛 她从来没有欣赏过青山绿水 或春花秋月的美丽 可是在她心灵的明媚中 却享尽了无穷的美景 所谓春花一谢 秋月一缺 只是在她心中的美丽和光明 是永恒存在的 所以她能不断地写出可爱的诗歌 她一生写过八千多首圣歌 几乎每首都是无穷的喜乐 以赞美心情的表露 在她自传中说 在1870年靠近年底的那一天 我坐在起居室 思想我走天路的旅程中 借着基督的功劳 神与我是如此的亲近 心中不仅浮现下列的诗句 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比生命良有更轻 亲爱主伴我奔天路 容我同你一路行 在我悲伤的时刻 这首诗歌 常给我极大的安慰与喜乐 我知道 神用这诗 祝福了千万的灵魂 不论何时 我听她或唱她 都能增加我的信心 燃烧了我的盼望 培育了我的爱心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那依靠自己的人 是不能得救的 那依靠神的人 却无所不能 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 胜过朋友与生命 在轮身孤单里长重 恳求主与我同行 在人生孤单里长重 恳求主与我同行 我不求世界的欢乐 也不求世界美名 我愿受任何地劳苦 自求主与我同行 靠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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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受任何地劳苦 自求主与我同行 太令我终于 estat色 靠近电视 靠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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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天上用旋门打开 愿一族通经天庭 主是我永远的福分 胜过朋友与生命 在人生孤单旅程中 恳求主与我同行 靠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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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生孤单旅程中 恳求主与我同行 我不求世界的欢乐 也不求世界美名 我愿受任何地劳苦 只求主与我同行 靠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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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受任何地劳苦 自求主与我同行 带领我今黑暗有故 安若渡苦海未成 当天上用旋门打开 愿一族通经天庭 靠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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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用神门打开 愿一族通经天庭 靠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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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用神门打开 愿一族通经天庭 当天上用神门打开 靠近主 靠近主